你带小翠去听了这个什么平坛之后 整个人就像个小牛菜被抽干了水一样 脑袋都抬不起来了 晓得了 胡伯伯 小翠在吗 知道了 小翠 小翠 先走了 拜拜 小翠 徐先生跟你说啥了 没有 陆宝柔 擦一下口水好不好 我告诉你啊 你当心聪明反辈聪明物 那可说的呀 是你这种小聪明物 我这个叫什么 智慧好不好 徐家妈妈 我来租房子的 做啥 我要租你楼上的亭子间 你租来做啥 我要把我里头那间屋子给改成书铺 这样我就没地方住了 我就干脆住到你家上头来 哎呦 那二楼是我儿子的书房 哦呦 报纸上都登出来了 你家亭子间在招租呢 那你一个月出多少房价呀 一个月十块钱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我当然有的呀 一分也不会少的 那徐家妈妈 要是租的话 当然一定 必须是租给我了 对吧 我们这么熟 做邻居这么多年了呀 小翠啊 你是个聪明姑娘 你想啊 你在弄堂里好端端地住着 突然 住到我们家楼上去了 就男男女女的 进进出出 这弄堂里的人 会传闲话的 敢 看看谁敢传闲话 但是怎么听您这么讲 好像 租给谁也不要租给我似的呀 哎呀呀呀 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了啊 好 等徐天回来 我跟他说 需要徐天同意 我一百个同意啊 徐家妈妈 我就是想住得 离您近一点 这样照顾您也方便呀 我们摊起盘了也凑手的呀 就这样说定了啊 我先走了 按说住在店里也不是不可以 我知道住在这儿给你们添了好多麻烦 其实我心里面 这段时间已经很感激了 其实主要是因为你一个姑娘家 也确实有点不方便 要不我们送你过去吧 不用了 也不远的 那我先走了 哎 这用水呢 就在楼下的过道里 这床上的过道里 这些东西你不喜欢 这个换 这衣柜呢就是旧了点 但是挂挂衣服呢是足够了 姑娘你衣服多不多 哦 我衣服不多的 哦 那 这是房钱 这么爽快 以后记得每个月都要提前叫啊 放心好了 好 那你休息 好 干什么 这是你的钱 你叔叔 这一分钱都不少 这房子我不租了 为什么 哎呀 哎呀你你别和我说了 别说了 那 赶紧给我走 为什么呀 别问为什么 这些都说好了吗 为什么突然我去 赶紧走就没事了吗 那为什么 那我这房子清闹的 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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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哎 别跑 别跑 上来 上来 别跑 别跑 哎 干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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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哎 这女的怎么跟鬼是呢 箱子装什么东西 玩了命都追 不是 是个男的 是不是女的 男的呢 男的呢 他穿着狗鬼鞋呢 别发誓了 穿高的鞋能追着你吗 瞎扯 行行行 走去巴哥那儿 走 还真是个男的 走 不要跑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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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了 不要跑了 命都快跑掉了 小兄弟 帮包妈妈 小兄弟 都是吃一口饭的 好吧 帮包妈妈 高抬贵手 山不转路转 以后大家有来入网吧 怎么啦 报告 报告 怎么了 刚在大街上捡了个箱子 这家我非要药 药去给他 这块箱子了 谢谢八爷 让你拿你就拿 这样上门来要东西 我的兄弟还怎么混饭吃啊 八爷 兄弟要没有一定难处 你也不会为了一杂皮箱 跑到玉阳弄来了 是吧 给个面子嘛 你也配说面子 我姓金啊 东西南北都叫一声金歌 卖蓝补房的铁公子 是我好朋友 铁公子 认识吧 都知道铁公子是吧 认识 是 是吗 去 哎 囡囡 动手啊 好 再来 你再来我就不客气了 我就要马去镇工不来了 放过来 滚一下 田丹 你的枪子在这里啊 快去报警啊 下人 滚一下 行徒山上 那边他把枪接 快 行了 别打了 走 大头 大头 这么紧 敢录啊 大头 大头是你叫的 就是 他们抢我的皮箱 大哥 说话注意点 谁看见了 没有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他们抢皮箱已经出头了 难道吗 那箱子呢 在哪呢 哪啊 找出来 哪啊 他们得拿进去了 不要冤枉好人啊 我觉得箱子是你偷的 你做局做破了 到这儿来贼赃 对吧 大头 好 带回去 大头 你带谁啊 把他带回去 什么事 有没有搞错 姑娘家掉了东西 你不问一下也不找一找 就随便抓好人啊 你这群补怎么当的 我怎么做寻补 用你来教啊 带住 上来啊 他哪儿的 姓金 我借助你 老子也借助你了 走得瞧 天呐 我先借啊 那个许先生希望你住到童谷里他们家里面去 投降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不要怪我 也不要怪许先生啊 赏会 我 你抓到我了 这里我走门走路啊 什么事 我知道 今天就让你在这儿 叫铁公子来 铁公子呢 什么铁公子 你以为这是前朝衙门啊 狗屁铁公子 哦 大头 哦 原来你们都是人群叫铁公子啊 背后叫狗屁哦 喊什么喊 喊什么喊 我告诉你 我为你好 你最好不要找铁公子 晓得吧 他六亲不认的 他是我兄弟 走走走走 来 云小姐 你怎么也来了 你想我租同服里 你家的房子呀 你不应该叫人那样做的 我做什么了 你那个姓金的朋友 去威胁房东 昨天的房东 房子也不租给我了 姓金的 他真是胡闹的 田小姐 我现在就找他去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你不知道吗 不是你的兄弟啊 我和他不熟的 总共见过两次 在平坦馆见过一次 昨天又在补房见过一次 补房 昨天在补房里边 后来我们 他现在在补房呢 他就是多管闲事 田小姐 我真的不知道 他跟你说什么了做什么了 他就是一个混码头的 什么样的事情 都做得出来的 我昨天就是去补房 找我的一个小兄弟铁林 然后我们 反正我拉他向你赔罪就好了 走 天公子 你得一个朋友关在里边 谁呀 这是上次闯空门 抓回来路口供那个 星哥 怎么了这是 您怎么了 徐先生 是 修复大哥 铁铃在不在里面 在 在 麻烦你帮我叫一下他好吧 铁公子 徐先生来了 可你这问 你们怎么不讲 急死人哪 我要慌 星哥在这里吧 在里面关着呢 关着 又犯事了 你找他有事啊 我有点急事要问他 来 你到里面等 好的呀 你们要是把这个旅行 可你被人帮到铁公子 你为什么随着 语先生 你有什么需求 有人跟他拿来 干什么干什么 我相信他 还有没有 我相信我 你不是是可以 咱们上个人 我们又在一间屋子里了 天哥 你不是要问话吗 那我来问 靳哥 从哪里被带回来的 宇阳弄 什么事情 老爸的手下 要抢田丹小姐的行李包 抢谁 田丹 徐先生的女朋友 我什么时候同你讲她是我女朋友了 铁公子 早点晚上双女回去以后 徐先生看得起我 同我说了说她的心思 她想田丹小姐住到同府里去 以后我说话真的要小心 靳哥 我晓得你是好心 但是你真的帮我办了一件坏事 说不定没有地方住 她就真的住到同府里去了 你要是真的喜欢田丹小姐 就应该告诉她嘛 你要不好说的话 铁林跟我都可以帮你说啊 我求求你了 靳哥 我也求求你一天公子 我的事情以后你们千万少插手 少说话行吗 我可没说话啊 要我说 我们的金哥是处于好心 那我就谢谢金哥了 先走了 金哥 我晚上找你喝酒啊 你千万 你千万别再找我了 昨天晚上要不是因为我也有一点点碎了 我绝对不会跟你们讲这些话 事情也不会弄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找你喝酒 不用你喝酒 我稍微闻闻都会醉 真的 那现在田丹人在哪里啊 不晓得 你会准备最跑的 是不是 还顺着胡酒 但是你们太阳户了 不需要认真是苏洋 你就在哪里啊 咱们已经拆了 也没看到了 四十四十四十一ショ 那我现在和你一眼轧 我先把他逼我 我今天已经把他交易了 你一眼轧一个人 我昨天哪儿 我家在乎都是学会 你那یک多佩人 我这个是一眼轧一个 一眼轧一个人 你都能拒着一眼轧一个人 找人 保你出去 算了 我替金哥坐吧 上哪儿签字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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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来了 来了呀 谁呀 已经在上面了 叫田丹 我去找过金哥了 他还理直气壮的 好像他要帮我的忙似的 那他有没有同你讲 为了我的行李包 和别人打架的事情 我倒是看到他脸上 轻一块紫一块的样子了 是 我有两个问题 你要老是同我讲 好 坐 你为什么想 我租你家的房子住呀 我想你在上海 应该也没有什么熟人 我们两个 见过两次 还算是熟人对吧 而且你看家里空着 这么大一个房子 真的蛮浪费的 你住到这里来 大家相处有个照应 蛮好的 还有 我也想找个 能说话的人 以前你家里 没有人偷你说话吗 是第二个问题对吧 不算的 其实和同府里的邻居 大家都蛮熟的 但是 我同他们讲不来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 你想我租你们家房子住 为什么不直接同我讲呀 我有讲啊 那天在红宝石的时候 就讲了他 好像是讲了 我 订了婚的 我知道 你知道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手指上面你戴了戒指的 我明天还要上班 可是今天 今天我已经没有地方住了 要是你放心的话 去这里就好了 我来 房租怎么算 我妈没通你讲吗 你说吧 还是你讲吧 我讲呀 徐家妈妈 来 起碟啊 好 好 小翠叫我來問一下 樓上的房子是不是住出去的 不知道 小翠還叫我問一下 說那個女的是不是叫田丹啊 幹什麼呀 她要知道這麼多幹什麼呀 怎麼變得那麼快啊 那我就這樣跟她講 去 就跟她這樣講 好的好的 我再拿點花生 去去去 我這裡是上午那家 本來要付的一個月一幅金 有點少啊 不少的啊 夠了 夠了 那好 那以後你是房東 我是房客 錢的話你還是直接給我看吧 可以啊 也可以啊 你放心我會按時交的 那 沒什麼事的話 我先下去看看 對了 我要是想去買點什麼 鍋呀 爐子呀 米呀的 應該去哪裡呀 你要自己開火做飯啊 那怎麼辦呀 行李也丟了 而且總要買一些日用品什麼的 我同你講啊 出了同副理之後 左轉 到了第一個接口之後再右轉 那邊有一個店是最近的一家 你等一下 等一下 這樣好不好 你有筆嗎 我有我有的 嗯 你把這個路線圖 幫我畫在這上面吧 好呀 好呀 要不然 我自己去買怕找不到 好 我們七個人名單在他手上 一本紅色的冊子 這本子 是紅色的嗎 紅色字 怎麼了 把它收好了 我桌子那邊有大一些的紙 用那個畫好 嗯 這就是我們現在家裡的位置 嗯 胡師傅 胡師傅 什麼事啊 小翠吧 徐先生告訴你的呀 他還告訴你什麼啦 他說你家是開書鋪的 胡師傅這裡是配鎖的 他說你人很好很熱情的 十幾年老鄰居了 我才幾歲呀 哪個同他十幾年鄰居了 亂叫 嗯 配把鑰匙多少錢呀 什麼時候裝呀 我現在要上班去 下班回來還方便嗎 要不這樣好了 你上你的班 我熟門熟路的 過去就裝好了 你下班回來的時候 過來取鑰匙 剛剛好 放心好了 所裝好 門鎖好 兩把鑰匙展展新 誰也拿不走的 付了鈔票就交到你手上 也好吧 那謝謝啊 做你生意不用謝 謝謝 得一句我等 好 那好吧 你怎麼回家 有這幾年 你怎麼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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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改成了一件补充的补充的物件 昨天的事件 是固定的 偶然 偶然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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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 camper 有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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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工作 有些事件 有些事件 你不能去地方 是 你先接手 我猜得有空线 我猜不想让你回到空线 是 是 我猜不想让你回到空线 他猜得有空线 他猜得有空线 他猜得有没有人 他猜得有他人 那锅子 这锅子有关 他猜得有他人 是 首先 待會兒 從中的人物來調查 我可以 好 你過來 我姓秦 是記診室大夫 醫院休息那天 你在哪裡 我在後診室 值班室 看到過去 而且修規貨 有很多人 很多人 洗洗來 幹什麼 幹什麼 我的眼線 我的眼線 我可以 實在報警 把你又找過來 主要是 有一件事情 我不太明白 有一個人的名字 別人都寫了 你的 沒有 沒有 不知道誰 為什麼 誰啊 誰 我不知道是誰 誰 是那個 田大夫 誰什麼 田大 田大 就在 我不知道 就在哪 我天都不知道 就在哪 我天都不知道 就在哪 我天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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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回來了 回來了 姐姐呢 要拿醬 我吃飯了沒有 在下班就吃過了 我去買了枕套啊 背罩啊 順便給你買了些東西 田小姐 你這麼客氣幹什麼呀 第一次應該的 那我先上樓了啊 好好休息 來來來來 我有老客氣了 要搓票的咧 那可是洋貨罐頭啊 李樹總是要的啊 對吧 來來來 搓 有人開心 有人不開心 你放什麼PS老闆 我在說什麼 我在說麻將啊 我要說麻將啊 六筒 回來 徐家媽打六筒 你開不開心啊 看好啊 清衣碎一條龍位 付鈔票吧 那真是的 你說我開心不開心呀 哎呀 哎呀 開心的嘞 哎呀 情場失憶 賭場得意哦 這是有老話的 對吧啦 嗯 要嘛不要打了 說不起廢話大多 哎哎 喂 你怎麼不敲門就進來啊 那下回 你把門鎖掉好了嗎 這麼晚了 你趕緊出去我都睡覺了 我不是要跟你說啦 坐下 哎 你說啊 我們家裡啊 從來就沒有外人來住 現在弄得我 都不敢大聲地跟你說話 那樓上房子 是你想要先出租的啊 又不是我啊 你說這個話 就不講道理了啊 那人是你定的呀 穿著高跟鞋 高跟鞋 高跟鞋 高跟鞋怎麼了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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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你叫他換上拖鞋好不好啊 什麼兜兜兜兜的 那是人家自己的習慣 這麼多年了 我怎麼好叫人家改啊 再說了 我喜歡聽 哎呦 哎呦我這兒子 要麼不談戀愛 談起來真是 哎呦是肉麻死了 還有沒有事情啊 我要睡覺了 有啊 你跟他說了沒有 你以為有房租到底收多少 哎呦 我真的會啊 你看 我要睡覺了 你記得不要跟他談 好好好 哎呦小姐 柳小姐 放開 什麼東西 柳小姐 馬上就到你出場了 你還是趕緊進去吧 滾 你這樣我沒法跟七哥交代啊 這樣好交代了嗎 不用 不要緊瀆 我現在想讓你去看 我可以去看 我跟他了吧 我來看 小姐叫什么名字 从哪儿来滚哪儿去 北方口音 怎么 心情不好 有什么麻烦 同我说 替你出头 个漂亮的小姐 是个男人都敢替你出头 从哪儿来滚哪儿去 没空搭理你 人哪儿去了 刚才还在这呢 小九的头是你砸的 是 你们俩啊 不过是七哥的两只狗 他要打了我 我自然要找到身边的人出口气 平平心我才能进去 柳小姐 你不要那么嚣张 不然你把我怎样 我早就想弄你 敢 我就是弄了你 七哥也不会把我怎样 你试试看 好吧 《尹尔 弓箭》 siitä 你 今天早上的账要不要再算一算啊 想找此的话换个时间 我弄掉你 我就不叫老爸 你要是 不敢的话 你就叫我 爸 不是 我现在就弄死你 老子不陪你 帮 住 天哥 您 您来等我啊 我来同你讲一声 田南昨天晚上住到我家里去了 这回你高兴了吧 说起来还真要感谢金哥 没想到 好事变坏事 坏事又变成好事 我早跟你说过 金哥炸死我 不对了 田南既然已经住到我那里去了 你就不用再到药店找他了 没关系啊 就当是我照顾他生意好了 附近这么多药店 何必要绕远呢 不许 那就这样了 我让田南把药带回家 然后我再拿给你 好吧 你为什么那么害怕 我跟田南说话 他不晓得他父母死的那天 我也在场 那你告诉他呀 要讲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